現在碰到小瀑布了 那待會我們就設法通過 影片開始前記得開啟C-C字幕 歡迎收看登山的人 今天呢我們一大早就來到了嘉義的阿里山 今天我們要去走一條夢幻森林鐵道 綿月線 我們先買票 搭火車到早坪站 要到二樓買票 搭到早坪的話是一百元 我們現在搭了六分鐘的小火車 從阿里山站到早坪車站 那出車站之後呢 我們要右轉 沿著這個步道前往塔山步道的方向 然後就可以走綿月線 那中間呢 前面那個飯店就是阿里山格飯店 那這邊如果你沒有住宿的話 車子是無法開進來裡面停的 必須停在阿里山車站前面的那個停車場 那搭到這邊 單程是一百塊的火車票錢 就看你們覺得值不值得 那來到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呢 記得先上網 買門票 可以省下停車費 現在會路過 阿里山格大飯店的門口 那我們繼續沿著鐵軌旁邊的這個步道 往裡面走 通過迎賓樹 前半段都是非常好走的步道 我們現在來到姊妹坛這邊 稍微看一下這邊的小湖景色 那待會再回去塔山步道 出發塔山步道 進入塔山步道 又往綿越線更進一步 這一段都是木站階梯的爬坡 那現在我們會經過支線的鐵軌上方 待會下去之後 要左轉走這條步驚 到這邊都還不能走鐵軌 被工作人員看到的話 只會被開閥 現在看到第一座橋樑了 這邊也還不是我們可以下去鐵軌的部分 我們要繼續往前 這個步道是後面蓋的嗎 他說現在我們走這個 對啊 很美的草皮 目前呢就是一直漫步在柳山林之中 然後上上下下 待會才會到綿越線的岔路 非常大的一個樹頭 那我們現在在的這一座天橋這邊呢 是柱山線與綿越線的交會點 那柱山線呢就是專門提供 要上阿里山上日出的遊客 所開的班次 這邊可以看到這些柳山的樹皮都剝落 紅通通的一片 蠻特別的自然景觀 蠻特別的自然景觀 歷年已經有六個人在橋上網了 那待會呢我們會進到 宜越南自然保留區 記得要申請入園 我們開始進入綿越線了 開始出發了 各位 前面這一段 如果你沒有申請的話 是都還可以走 那待會到申請路段 會有一個領務局的信箱 那邊之後呢就是需要申請 現在 森林 鐵道 搭配這個領務 非常的夢幻 很有意境 漂亮嗎 漂亮 漂亮 綿越線呢是日治時期建造的一條 阿里山領業鐵路的支線 它現在也有一百多年的歷史 那早期呢 這就是運輸木材的軌道 後來呢輾轉變成了觀光的鐵路 那它的終點站是到石猴 那在921的時候 遭受到嚴重的自然災害損壞 曾經中斷過一陣子 921之後呢 政府一度又把它修復好 但可惜呢 又遇到了八八風災 那這次的風災帶來更嚴重的災害 那就一直荒廢至今啊 不過呢 在近年 政府已經有在評估思考 要不要重建綿越線鐵路 我們來到了第一個明隧道 那有一些野營的朋友呢 會選擇在這邊紮營 那待會前面往前一個崩壁要過 下雨的時候這裡會變一個瀑布喔 好 全圓平安通過 繼續往前 請問剛剛過那個崩壁有什麼心得 好刺激喔 好高喔 現在我們來到第二個明隧道了 這裡有什麼豪排的 白牆一片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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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進入這個 第一個漆黑的隧道了 但其實可以隱隱約看到 另外一邊的光線 第一個不是明隧道的隧道 頭燈絕對是必備的裝備 來到明月線 一定不能忘記帶頭燈啊 重見光明啦 馬上又接第二個隧道 這個就蠻黑的喔 看不到對面的光線 好酷喔 支撐隧道的 這個 不知道是 水泥板塊嗎 應該是 還有支架 這個感覺都非常的有歷史 走到這裡就想到這首歌了 從光明走向黑暗的兩位 現在來到這個隧道內的灘邦點 我們必須爬上去 越過它 再下去 回到隧道的鐵軌路線 大自然的力量真的很可怕 這麼感覺好像是要來採礦的 要蹲一下 哇 你看這邊的岩石 岩壁 土蕾背起來 十六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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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比十六噸 Action 今天是星期五晚上 一二三到台灣 台灣有個阿里山 我們來到 我們來到 第二個 三有灰炸營的野營點 就是這個 曾經的車站平台 我們在 平台這邊 休息了一下 我們 還要繼續往前 待會 2點4K 就到我們 要 吃飯的檢查上了 那邊就有現代化的廁所了 這裡是第三號隧道 就是 大家都會 走上去 坐在上面 拍照的一個點 拍照漂亮的地方 好 我要投信了 那在這邊呢 一定要申請 許可 投地點 OK 那我們就可以 進入 一二欄自然保留區 GO 阿里山台灣一夜蘭自然保留區 那就是保護一夜蘭及其他的生態環境 那每年三四月的時候是 一夜蘭的花季 大家可以來這邊 碰碰運氣 看可不可以看到 盛開的一夜蘭 也是有陰地 搭在這邊也是蠻不錯的感覺 現在我們手上多了一個裝備盒 就是 雨傘 因為 開始 下期 午後的 雷震雨 氣象還蠻準的 現在十二點半 繼續的往檢查站前進 下雨囉 到了檢查站啦 那我們要在這裡 吃午餐 這邊也是我們的 應該是終點站 那我們就來這邊煮泡麵 吃飽喝足了 那我們就不到石猴車站 我們直接在檢查站 這邊折返 因為那邊其實沒有什麼景 那雜草其實也蠻多的 石猴的頭也斷了 所以其實不一定要走到那邊 那從檢查站這邊再往前 大概是二十分鐘的路程 會到石猴車站 那大家就可以自行的判斷 那在檢查站這裡其實還不錯啦 就是 有遮風避雨的地方 那也有現代化的廁所 蠻適合休息的一個點 廁所乾淨嗎 很乾淨 我們的夥伴說廁所蠻乾淨的 還有兩個垃圾桶 還有可以洗手的地方 超讚 那我去洗個手 廁所蠻乾淨的 慢慢把它關起來 它有一些野生動物 跑進去 這邊也有水源 將近的水源 吃飽飯 洗把臉 行行腦 危險 下雨了下雨了 現在碰到小瀑布了 那待會我們就 設法通過 成功成功 成功 我們在找停車站 但我們已經錯過末班車了 那我們大概剩最後一段 大概20分鐘的路 走回去到阿里山貨車站 那我們從明月線出來到目前這邊 雨室呢 完全沒有停過 老天爺非常的眷顧我們 讓我們體驗了爬山跟索西 大家的鞋子都濕了 加油 加油 最後一段了 那我們今天呢 阿里山明月線的影片 就介紹到這邊了 實在是 受不了了 先吃了 這就是我們的親隔離嗎 對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介紹到這邊呢 對你有幫助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一週再見 掰掰 我們要看見 有沒有的 有空裡 都еть了 給您 收入 我們 搭亂